花蓮市公所4月份开始举办原住民族伴手礼研习课程 其中太鲁阁足传统支部风采灵文 21号上午举办结业活动 市公所主任秘书温伟华表示 未来会开办高阶课程 希望学员可以精进自己记忆 把作品融入现代元素 制作出来的伴手礼 除了可以获得消费者欢迎 也可以提升部落的经济产值 花蓮市公所办理的太鲁阁足传统支部风采灵文研习课程 21号上午在花蓮市原住民族文化历史冠举行了结业仪式 一个个精美的传统支品融入现代元素 让过去古老的支部机翼不再只是单一样貌 也能化身成暴震、吊饰及居家摆饰等作品 这次的主题是从史努卢 史努卢是在老人家的口述来讲 它是一个厚重的都使用在美背上 那我们现在应用的话 我们就把这些技法除了暴震以外 我们还可以把它生活化 以前老人家教学的时候是用族语 就是母语口述 我们要把那个口述的那个技法留下来 那从口述的进阶 然后呢用原来的老物件 然后制作起来 你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为什么会叫做风采灵文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技法 从这样的支文 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到了 部落的支品的文化这一层面 透过48小时的研习课程 学员们除了学会使用传统的织布机具 也编织出族群的文化传承 能够看见自己的学习成果 也让学员们好有成就感 因为妈妈是泰鲁阁族的 然后在家里有看过妈妈以前的一些作品 就觉得自己很想试看看 也很想去学着这一项传统记忆 也是就有听到这一次的演习 然后就一起来参加 那在整个完成之后 做出来的那一瞬间 然后我们再把它摆出来 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特别有成就感 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作品 以及上面的纹路 因为是老师教给我们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一个做出 有我们的感觉 也有祖先传下来的感觉 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属于泰鲁阁族的文化 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后联市公所族人秘书翁美华 也特别协同原住民族行政课 代理课长洪伟玉 到场颁发感谢状 给指导老师宋美芝及田津英 并颁发结业证书 给参与研习的15位学员 那我们对于这个原住民 伴手里开发的课程 其实从三年前开始来推荐 那每年我们一般 因为其实这些实作课程 都要老师精心的指导 所以学员数不可能太多 大概我们一般都限制15个 那每年都是满额的状况 那未来我们其实 像今天是进阶班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 再开高阶的课程 让更多这些 我们学员能够持续努力 然后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后联市公所主任秘书翁美华表示 公所未来会持续计划 开办高阶课程 除了希望达到文化传承之外 也希望学员们能精进自己的记忆 包括融入现代元素 开发更好的产品 让原住民族的伴手里 也能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喜爱 知不赞不赞 识不赞 记者许立琴 话联市报导